捡紧大动作到台北中山区的酒店搜索 这次不是要抓违规的酒客黑帮 而是有酒店干部居然卖家酒 打开小小的房间 整个架子堆满满 每一瓶都是开阔的高价威士忌 每一个客人寄的酒 你都知道那个客人是谁 大部分都是客人寄存的酒 但没有想到台北市一名无姓酒店总务 居然把歪脑筋动到这些酒上 信音分局和刑事局查获1326瓶甲酒 嫌犯把酒客没喝完的酒逐一收集起来 而且还捐挑高档的品牌 然后以1比3的比例 混入自己买的300元便宜微续剂 再加入色素 让颜色看起来很像真的 最后找人重新封膜 锁定酒店卖给干部 或许酒客因为一般人难以分辨 大众可能习惯上就是 喝品牌啦 喝这个所谓的有酒精的感觉 所以其实在无形当中 他在贩售的时候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捷径 就想要做这些假酒分享给消费者 然后可能消费者多数他是 品尝不懂或是看不出来的 无形总务短短两年内 扣着卖假酒不法获利 至少超过60万元 还锁定几大酒店常见的 微续剂品牌下手 查获后依违反食品卫生管理法 炸其罪送办 北检将人起诉 这回要不需要酒客 当场喝出味道和原厂的完全不同 恐怕这些假酒 还有可能继续在酒店流窜 TVBS新闻完全一居台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